第三部分 神奇动物 我们首先来讲猫头鹰 猫头鹰 中国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夜猫子进宅 无事不来 是吧 厄运当头了 但是在欧洲猫头鹰自古以来就是一吉祥动物 吉祥鸟 因为什么呢 在希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东西的样子 最经典的 雅典纳银币 它的背面就是猫头鹰 然后前一阵那个国博的那个罗马展里面不是有三个重要的神吗 就是这有一个雕塑啊 就是周斯 然后这个赫拉 还有就是雅典纳 当时我在讲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告诉大家 它这个主要是靠它脚底这个鸟来判断的 这三个神都有不同的鸟待遇 那么这个雅典纳脚底下呢就是以猫头鹰 也就是说 其实猫头鹰就是雅典纳的化身之一 那你想雅典纳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个智慧女神还是战神 所以猫头鹰和雅典纳都有一个重要的词汇的这个象征 也就是勇敢和智慧啊 这两个 那你想一下 这个在这个魔法学校里面 巫师身边的奇强物 它有一些猫头鹰 那么巫师嘛 都是掌握各种自然科学技术的人 古代就叫巫师 是不是 你无论是勇气还是这个智慧都是必备的 那这一点 然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猫头鹰其实呢 他也是 雅典纳的一个半神 就是尼基 也就是我们穿的Nike 尼基神 尼基这个女神呢 一般都是在雅典纳手上啊 站着一个戴翅膀的女的 就是胜利女神啊 那么你看到我们在讲罗马凯旋士的时候 站在那太阳车上面 然后给这个凯旋的将军啊皇帝带桂冠那个啊 在法国凯旋门上你也看到 会掉下来 掉在那边雕刻上 然后给那个拿破仑带桂冠的那个 就那个带翅膀的女的 就是尼基啊 那么他也可以约等于是这个猫头鹰的形象 所以这个猫头鹰呢 被安排在这个哈利波特小说里面 首先是送信的啊 这是普遍猫头鹰 然后哈利波特嘛 身边的这个 你想巫师可以什么 铲除啊 猫啊 小耗子呀 都行 然后也可以用猫头鹰 那为什么给他安排就是猫头鹰呢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主角最起码具备这样的素质 就是智慧和勇气 第二个动物就是独角兽 在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里面 就出现了独角兽 这个伏地魔为了续命啊 虚弱的伏地魔为了续命要喝血 喝独角兽的血 然后那独角兽是死了哈 这个半人马呢 在那黑暗森林里面就跟这小朋友说哎呀 独角兽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动物 然后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血有医治的作用 是吧 独角兽是不存在的动物 但世界上有一种独角兽是存在的就是犀牛 我们在中国的古老的药方里面也会看到这个犀牛角的配方啊 他可以这个清热解毒啊 甚至是解酒解毒啊 到这种程度 那么我们在西方呢 其实也是有传世的那些所谓巫师的炼金术室的这书吧 里边有这药方 他们号称的独角兽 脚的粉末 其实也是这个作用啊 解酒啊 然后这个解毒啊 这样的作用啊 那么也就是自古以来 人们都相信独角兽的存在 并且他是一种瑞兽 并且呢 他还有很多对生命的这种延续的神奇的力量 所以在小说当中才能安排出来就是虚弱的伏地魔要喝他的血 另外这种纯洁的动物在古代的欧洲还有一种表达的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谁能亲近独角兽 或者说谁能在这个野外啊 这个幻境当中招引到独角兽 独角兽只跟一种类型的人亲近 这种人呢 一般就描写成叫真女 就是这个没有结婚的未婚女孩 那么他是天真无邪的 所以呢 同样天真无邪的 最纯净的独角兽呢 可以和他这个亲近 这个在一个法国的壁坛啊 就是那挂的墙这种壁坛 一个经典的画面当中我们会看到 就一个美丽的少女 然后一个独角兽在他旁边蹭蹭蹭蹭蹭 我没记错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格兰芬多的这个学生宿舍的这个公共休息区 有一集当中就挂过这么一个这个经典的法国的红地的这么一个壁坛 上面描绘的就是这个美丽的少女旁边栖息的一个独角兽 第三个就是三头犬啊 这个怪兽的这个怪兽的狗就是三头犬 三头犬呢 是这个西方这个文化建设观当中一个传统动物啊 神奇动物 那么它主要代表的第一层意思啊 先说给大家 就是它是冥王哈迪斯的神兽 我们在很多这个雕塑也好啊 然后这个壁画的绘画里面都会看到这个元素 尤其古代的时候 你说这个神 他拿什么东西证明自己是谁呢 其实就是道具啊 那个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贝尔尼尼的那个重要的巴洛克时期的雕塑 冥王啊 这个掠夺普尔塞夫涅啊 这个就底下一老头 然后带着王冠 他是王嘛 然后去抢一个女孩 这个贝尔尼尼的雕塑 在他的脚底下就有这么一个三头犬 就代表着这个是冥王啊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种标志 那么就说明呢 这小朋友要去到的那一个地下的暗室 是充满了危险的 当然也是很难攻破的 所以最重要的东西都都放在那吧 魔法石就放在那 另外那里面有个桥段就是 这个这么邪恶的动物啊 他有一个保证他趴在那 然后安静的美美的睡觉的方式 就是旁边有一个竖琴在那自动弹 对不对 竖琴的声音就可以让他睡 竖琴一停他马上就活了 那里面就有这情景 那你说他为什么要安排这个呢 这个也是西方传统神话故事 希腊的古典神话故事里面的内容 如果这个你要了解这个梗 你必须得知道一个重要的人物 就是厄尔普斯 注意不是厄底普斯王 不是那个是厄尔普斯 厄尔普斯其实是小亚夏地区的一种神秘宗教 那么这个宗教的这个崇拜者就是厄尔普斯 后来呢他与这个西方的古典文化相融合 他成为了希腊神话神谱当中的一部分 那这个厄尔普斯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年 然后他是阿波罗的儿子 阿波罗呀太阳神啊 除了太阳以外 他尊重的作用是什么呀 所有高雅艺术的这个代表 诗啊舞蹈啊音乐呀 阿波罗弹什么呀 弹树琴是不是 就阿波罗那个里拉琴 那么这个 厄尔普斯也就弹这个琴 他弹这个琴呢 就可以这个 有非常高超的琴艺 因为他是阿波罗的儿子嘛 是不是 那么这个琴艺呢 有两个重要的情节 在希腊神话里面都出现过 第一个就是命运是无法抗拒地 就是他的妻子必须死 他妻子死了 然后呢 他到这个冥界去要这个妻子的灵魂 那是不可能的吧 但是他琴技超高 然后呢 就感动了这个冥王和他老婆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普尔塞弗涅 然后就恩论他 好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老婆的灵魂带走 但是 但是在出地府之前 不能回头 最后呢 因为各种原因 他回头了 他妻子就永远留在地府了 这个故事其实一样啊 就要希腊神话故事都这样 就是你命运是无法抗拒的 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 怎么形容阿尔普斯的 这个琴艺特 特好呢 就是 他的琴艺达到什么程度 就是 他在森林里面弹这个琴 百兽都沉浮在他的膝下 你小鸟 小猴子 什么小兔子 无所谓啊 那种猛兽啊 这个什么老虎 狮子 什么什么的 也会匍匐在他面前 哎呀 这个琴声好好啊 就就被陶醉了 哎 这可以罗琳用的就是这个点 你看这三头犬 留着那个哈拉子 是不是 然后特别凶猛 所以才能这个看住这个门吗 但是怎么让他安静呢 哎 那就是猛兽在古典的文化梗里边就是树琴的声音 其实应该是里拉琴的声音啊 可以让这个猛兽安抚下来 那最重要是谁谈 那奥尔普斯谈 所以呢 这个里边主要讲的就是奥尔普斯的这个文化梗 以及三头犬 它是地狱的代表的文化梗 在现实生活里面 每当我们有心灵疲惫的时候 你肯定是想找一个能够退回去的意识界 而对于我来说 这个意识界 就是哈利伯特的奇幻世界 它可以让我得到心灵上的片刻休息 记得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有一天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跟我说 哎呀 我现在在看一个小说 这个小说是一个单身妈妈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么一个小说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心灵鸡汤的自传 后来发现不是 是一个关于小魔法式的成长史 从一个男孩到一个男人的成长史 慢慢的也就爱上他 到了2000几年的时候呢 这个华纳兄弟就一年又一年的去把这个传奇的小说 搬上荧幕 而这一年又一年的期盼 其实就是我的青春回忆 在今天的时候把我去跟我酒吧后的小同事 或者是我10后的学生去提哈利伯特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眼光啊和这个眼神啊 他表达出来的就是 嗯 有所耳闻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哎呀 我的青春真的成了回忆了 我们已经老了 不过即使是这样 我相信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对这种寻找心灵舒适区啊 然后对奇幻奇思妙想的世界 心向网织的这种欲望 应该每一代都不会缺失的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不仅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哈利伯特当中的一些西方文化梗 更重要的是梳理了我的青春回忆 谢谢罗林阿姨 也谢谢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小哈利